那個時代的力量也很大 現在抗爭也沒有什麼對話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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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部長 邱委員好 部長好 你是法律博士 有幾天過美國的 哈佛還是葉魯的 所以你對法律的話研究非常順對不對 而且你第一張施政報告的時候 我看到你那種為社會的理論 為公益 為這個道德講出來 讓我非常的感動 我現在跟你要請教一下 在局委遊行法的時候 沒有人敢去談 他在很怕公民團體的力量 他想要這樣去沉默立法院 去沉默行政 講政治事件 齁 不歧視 起來 好 我說你好好注意這一條 如果任何的案件都可以用政治事件來解決的話 台灣越來越越越越 現在你今天跟我說 我很尊重你的 你以道德良心 你對法律的認知裡面 什麼叫做違法 什麼叫會死職務 什麼叫做其他實質的行為 這個定義太廣了嘛 我不知道我們哪一條法律有告訴你 你們其他實質行為都要定得輕輕實質 讓百姓有所遵行啦 現在你們定這個法律叫做 霸王條款 叫做皇帝條款 叫做皇帝條款 講了就算了 他只能跟他說行政院長認為他不好的話就是不好 齁啊 我不知道 躲到那塊錢不清 陳委員你的時間到了 齁齁時間到了 齁齁時間到了 齁齁 部長 你是不給他回答還是我時間到了 齁齁你時間到了 齁部長你良心回答一下 我實在沒有認過法律事 我不知道說 違法廢止職務或其他實質的行為 要職務來定義你教教我嘛 現在這邊有九個律師在 齁那個時間到 齁請部長回答 來 委員可以做相關其他法律的比較 大概就比較能夠了解 其他相關 那以後啊 這完了要讓其他相關法律都寫在旁邊 陳委員 好不好要讓人家遵循 黃國昌委員來 好謝謝 那個剛剛本會啊 委員會委員啊 針對於第19條的草案第4款 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質疑啊 那同時指責啊 這一款啊 大概是從來沒有看過的條文啊 我在這邊具體的說明啊 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7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3條 就有關於行政院院長 免除職務的法律規定 跟目前第19條 第4款的規定 每一個字長得一模一樣 每一個字長得一模一樣 就是違法廢止職務或其他實質行為 這不是這個委員會在定這個法律草案的時候才獨創的 這個在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 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 也是大院三讀通過的法律案 裡面已經清楚的揭示了這樣的原則 那第二個部分啊 針對第5款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啊 那給各位委員參考 那個陰案受激壓或經起訴啊 陰案受激壓比較明確啊 那就經起訴的部分 當然從整個法律體系的解釋 可以讀得出來是因為刑事案件 那不過 如果第5款的話 上面寫說啊 因刑事案件受激壓或經起訴 或許會更明確一點 以上 好 那個 蔡毅委員 來 啊 玩的話 陳昌明委員 第二次發言 好 還有林維州委員 針對這個第4款 那我想大家也不用一直在爭議這個 大家去讀一讀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 什麼叫做公務員的懲戒項目 就是 就是只有 違法 廢遲職務 或其他私自行為 就是這三個 所以我想沒什麼好爭議的 公務員懲戒 那這樣就是在定義所謂公務員 需要被懲戒的一個範圍 所以我們把它訂入這一款 謝謝 好